大家好 今天是1月14日 星期四 港股今天 在科技股的支持之下 有一個相當不錯的表現 如果大家回顧數 單單是騰訊 美團 加上阿里巴巴 三隻股份 已經為大市貢獻了差不多三百點 真的蠻誇張 不過是因為中資金融股的表現 並不太刪成 所以就變成一個大市 就像之前那樣 倒閉了一邊 變成只是升那些科技股 昨天有些 跟大家分享過 中資金融股 好像平保、人壽等 看看他們的短期 有沒有機會做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移 又搞不定 所以中資金融股 其實這類內顯板塊的表現 真的很難逐摸 其實你看到他們之前 的數據 也不算嚴格上 也不算太差 但其實12月份的數 都已經預算了 但大家都對於他們 今年的情況相對比較樂觀 但卻總是好像 表現相對的 也不算太理想 所以如果大家也覺得 A股 也有機會再向上 試高位的話 還是那句 內勸股就算了 今天A股也穿得慢慢的 不過港股又真的很厲害 剛剛提及到 如果你的科技股 再保持這麼強勢 再向上挑戰一些高位的機會 其實是高的 但還是留意外圍的狀況 其實美股這幾天的走勢 波動性這麼窄 我是有一點點擔心的 因為通常這些 如果突然間 波幅去到這麼窄的話 未必起一件好事 突然間會爆單邊 即是你說可能爆上 爆下 這一下要再去留意一下 所以在市況之下 做好做淡 都會比起一個比較好的培處 轉身要夠快 所以就變成大家 都要留意那個市況 還有留意外圍的情況 如何變化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留言 就是說一隻21500 這隻醫道 我想大家 都是想知道 這個部署策略是怎樣 其實就是 我想今天很可愛 今天有些朋友 就是今天有些朋友 他都有研究到醫道 但是很可惜 因為他可能叫媽媽 不夠多 還有可能 稍微欠缺少少運氣 抽不到 然後有朋友 有朋友跟我說 我給他一些意見 他的意見就是 究竟今天暗盤的時間 追不追貨好 又或者多少錢追貨 其實我那一刻 打到一個突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昨天的時間 有一個暗盤 雖然那個暗盤 應該不是特別的 但好像你說現在為例 暗盤價 曾經去過六十多元 我會覺得 當你一隻股份 其實你說 那個暗盤的升幅 在那一段二倍數計的時間 你說現在那時候 才貿易衝進去的話 其實都幾危險 因為 其實你說新股市場 有時候真的可能 你說炒工 那些工需關係 你說大幅炒上 可能一段短的時間 會出現這個狀況 但是長遠 我們看看公司的基本表現 究竟能否支持股價的表現 現在的市場很有趣 對於這些 可能你說SARS概念 這些 是很好炒 還有很多資金 都在追負這些板塊 這些是微吻 我又知道的 微吻 那些明元運 股價是不斷的 但問題是 你想想 其實這些股份 你說 現在你當是 錢多 那股值 大家可能不要管股值的狀況 但是 其實真的很貴 明元運 這些 過千億市值 其實真的很誇張 很誇張 那這隻 這隻 現在是 差不多五十多元的話 大概是五百零億市值 你說它的業務 是否值這個數 我真的不敢說 不過 你說內地股市 其實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現在的 新股市場 已經是趨向於 比大市更率先 是趨向於A股化的 A股 近日 也有比較多的異象 是些什麼呢 不過都是之前的事情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這件事 那時候有一間 叫做金龍宇 即是做那些 叫做花生油 在內地道 做花生油 可能是銷售的 這些 它的股值 居然 是去到六千億 當時的市值 市值 是更高的 中石油 即是A股那邊 你試想想 一間做石油公司 高的股值 竟然不及得上一間 是做花生油公司 其實挺驚訝 我那一刻也挺驚訝的 當然 它的股價這幾天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 有些A股的話 關於金龍魚 這幾天的股價 也跌得挺厲害的 但我想說 其實內地 當時炒股這件事 也會去到這麼不理性的階段 所以 例如說 迷民 例如說 命運 甚至現在這隻E道 你的股價是否真的值這些價 我真的覺得不值 但只不過 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接著我那個棒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所以 我只可以說 我是建議大家 有課的 可能 如果大家真的 IPO抄回來 那你先拿著 但如果你是沒有貨 明天 明天 或者是人家貨幣的時間 衝進去 那你就試想一下 它股價20多元 現在升幅配件上來了 60元左右 現在你先追 那你看多少呢 真的看100元這個位置 不知道行不行 但我覺得 真的很冒險 所以大家有時候收新股也好 甚至想追新股也好 真的要自己小心一點 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樣 那就 先看看 這隻大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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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有朋友問一隻1799 接著又問一隻968 1799 我不記得中文名是甚麼 但是 我也想今天花點時間 說一些干貨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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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因为他高负债 配得到的话 也反映了市场对他有信心 是这样的 但是我做完节目之后 再出去跟Anno聊天 Anno就说他觉得有些 可能他出去做节目 人们开始说是火粒龟 接着我再看他的通告里面 说回集资的原因是什么 里面也包括说会发展火粒龟 这种产品 我不知是什么 我最后就在我上网查 查完之后 就发现到因为他今天的升 最主要就是 可能是因为他发展里面 大力发展火粒龟 这些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玻璃协欣 叫做多精龟 而火粒龟就是 其实我想这个概念就是 这类的龟片 都类似是龟片 但它的形状是一粒粒的 不是一块块的 而且本身的成本 就是做的成本 比原先的工艺 的成本 比原先的工艺便宜很多 还有这些转化率 可能会比较高 这个不肯定的位置 但你可以说 今次这种产品 似乎 都令到它的股值 有些比较大的提升 年代之下 1799 本身都可以做多精龟 这些 都是同一类版块 所以 可能因为这个情况之下 导致它的股价 抽了上来 但是 你刚刚说的 那粒龟 你说是不是这样 我自己觉得 是要再做一部体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比较少的 是你选择一两年的时间 才开始 那些人认识 博力协欣 现在说 大力做 可能都会 就完资后 都会花很多钱 可能资金 去研发 再研发这些东西 那我去看看 究竟行不行 不过 这种股份 我常常都觉得 都是 都是 雷星大雨点少 所以 都是再观察一下 才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 但是相比之下 那些 根付不利的股份 其实今天 你说有没有 一些特别的坏消息 其实没有的 不过A股那边 今天那些 太能股那边 都会做得比较差的 那你说 是否有些资金可能 华力回套 那我想不排除这个 有可能性 而且就是说 本身这个板块 其实情况不差 我觉得其实 好像 你说 信尼干能也好 甚至乎 伏罗尔特也好 其实我也不差 所以按道理 有费的话 先拿住 这几下可能当是挨疑 但是前景方面 我觉得是可以的 所以都可以先拿住 那 2342 就是 经讯通讯 这一只就是 5G概念股 但是 5G概念股 现在 可能炒的情况 都没有以前那样似的了 虽然这有办法 最近有得升 但是 2342本身的基本面 我觉得是一般本的 所以 这一只 你说买就没什么意见 但是如果这一只 可以买的话 自己订回一些紫色的部署 可能当买入价格的 一成了 再一个紫色位 那会好些 那最后就先看 还有两只 一只呢 那一只呢 那一只先 就是和帕医疗 那是和帕和帕 我当是和 2142 这尺股份 和帕呢 因为白金那些 都是这个字 那这一只 你说 LY是否货源龟边呢 其实货源龟边的概念 我想简单点说 就是说 是货 集中在某一部分人身上 那你那条街货 就不多 那就可以炒起 那你说这一只多不多呢 因为本身呢 其实你见到 它的股权都很分散 那你在CX那里看 没错 那里有两成的货 是披露了出来 究竟是什么人拿着 那 但是你说 你的问题就是 其实很有趣的 如果我们说货源龟边的话 就是说 可能很多货 集中在某几个人身上 或者几个一行身上 那通常那些集中有什么意思 就是说 可能真的有八九成的货 集中在某些人身上 但是这一只呢 其实你见到 那 譬如披露的数据 其实不算很多 只有20%左右 所以你说 它是不是真的 叫做 就是 在货源龟边 就这样看下去 未至是 还有很多散户 就是有很多散户 就是有很多散户 就是有很多货 你看到呢 其实你换下去 其实有很多个牌 虽然 那些牌很多 都只有一两手 你见到的 但是 那这些又不是叫做货源龟边 就是这些可能还处于一个 可能你说收集期 那样 如果你回到一些 叫做货源龟边的 这个概念去看的话 现在可能处于一个叫收集期 所以我估计 为何它估计 它估计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一只 基本面 那不好意思 若股 我始终对他们的看法 都是 就是那个感觉 比较繁复一点 哈哈哈 要时间去研究业务 是怎样搞的 那这一只 我真的没有太多研究 那所以就 好了 暂时给到什么意见 你 不过你入货源龟边的话 这一只 我觉得又严格上 不算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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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副九 其实我昨天有些 有些 叫做货源龟的 就这么说 它真的慢 而且 穿了165个位置 走势 其实真的弱了 你说它有些好消息 那些业务不差 那其实 一直以来 我觉得它有 比较好的原因 可以长达 原因 就是因为本身 它那个 基本面 相当比较好的 它真的比较平实 一点 踏实一点 但是它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今天 拿着它的原因 但是这段时间 其实我自己 是想换马 我觉得 是因为这一只 相当比较悶 比较慢 我想换到有邦身上 所以 我就想做 这样 但是 还未做 但是估计今天 都比较上学 好像 那 看下跌压的情况 而且 没有可能减时一点 再换 就 变成有邦 我想我都会这样做 不过 预计 明天 市份 应该会几次 明天 明天是15号 那 特朗普 和拜登 那件事 都很快 应该会搞定 可能 等拜登 正式上了场 之后 看有没有机会 收拾便宜货 回这段时间 可能会好些 所以放心 暂时未沽 很高 而且我真心觉得 它不为差 只不过 股价是慢 好了 那今天就暂时 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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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